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笨笨 今天我们要聊的手机是小米5C 对于小米公司而言 这应该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 因为它是首款搭载的小米自研处理器的手机 那么作为一款定位中高端的处理器 澎湃S1首秀能否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而搭载了这款处理器的小米5C 具体表现又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看 先说一下手机外观 5C的正脸和小米5非常相似 非要找出一些差异的话 就是5C采用了2.5D的弧面玻璃 所以手机边缘的触感会比小米5的平面玻璃更好一些 按键的色差依然存在 黑色机型无论哪个角度看上去都非常醒目 这应该是整机唯一比较让我不爽的地方了 左边是SIM卡卡槽 5C同样具备双卡双待 右边是电源键和音量键 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小米5C的屏幕边框还是非常窄的 无论是对比iPhone7还是小米5S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边框做的如此窄出了屏幕模组控制的好外 另外一个工程就是金属后壳了 有别于iPhone7、MS6这类手机的后壳线条处理方式 小米5C在设计上更多的是参考Apple Touch 金属后壳的边框并不完全是一个圆角 而是采用了直角加圆角的设计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削掉圆角带来的凸起部分 从而进一步缩减整机的宽度 提升窄边框的效果 机身厚度为7.02毫米 比iPhone7还薄了 0.2毫米 重量为135克 比iPhone7还要轻3克 再加上69毫米的宽度 不得不表扬一下 作为一款5.15英寸屏幕的手机 小米5C在这些会影响到手感的地方 都控制的相当不错 握在手上非常舒服轻薄 顶部的红外又得到了回归 之前看小米5S阉割了红外 还以为小米手机不再重视这个模块 但其实不然 底部是Type-C数据接口 通话麦克风以及扬声器 Type-C接口左右举重 但并没有上下举重 比较靠下 强迫症患者估计会有点不爽 机身背面上下镂空的设计 有点像当年的iPhone5 但玻璃加金属的材质 则有点像Pixel 摄像头也同样被这块玻璃所覆盖 总体而言小米5C的外观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用心的 能找到的槽点非常少 只是外观这东西 太偏个人口味了 你也许会觉得它漂亮 但是你老婆可能就会觉得它丑的不行 接着说说配置 处理器是澎湃S1 8核心64位 28纳米制成 代工的晶圆厂是台积电 8核心里有4个大核 4个小核 大核最高主频为2.2GHz 小核最高主频为1.4GHz 图形处理器是4核的马力T860 主频为800NHz 内存是双通道LPDDR3 散存是1MMC5.0 如果只看纸面数据 说实话 这配置在现在的小米产品线里 只能算是红米的级别 因为许多指标都比 澎湃S1更好的处理器 骁龙625 小米也只是用在了红米4身上 所以澎湃S1用在了小米系列的产品上 多少有一些自家孩子特殊照顾的感觉 安兔兔跑分6万出头 为了hold住5C的发热 在默认均核模式下 澎湃S1会有两个大核心被屏蔽 大小和最高频率 也分别被限制在了1.8GHz和1.2GHz 玩王者荣耀默认画质下 帧率在27-30之间浮动 高清模式下 帧率有时候会跌到23-24 但比较少出现 而对于NBA 2K16 这类比较吃GPU的大型单机游戏 5C还是显得比较吃力 平均帧率不到25 表现会稍好于联发科的P10-P20 但还是不如红米4高配版上的骁龙625 因为机身比较牵薄 所以电池小米5C也就没有办法像红米4X那样对容量了 只有2800多毫安 经过我们一小时续航测试 消耗电量达到了24% 这个成绩在我们数据库里是垫底的 即使是倒数第二名的诺加 一小时消耗的电量也不过是19% 由此可见5C的续航即使是轻度使用 可能也就只能勉强成一天 不过值得安慰的一点是澎湃S1的快充技术很给力 0-100的充电时间只用了54分钟 充电速度相当的快 算是对续航的一种弥补吧 小米5C官方宣称支持的网络知识 只有移动2G、3G、4G以及联通2G 所以5C自然就是一个移动版了 但实际上处理器基带本身还支持联通3G、4G以及电信4G 只是为了避免专利纠纷小米5C默认屏蔽了这些网络知识 激活的方法很简单 心井心井一、井心井心 调出松果助手 点击TEL助手 卡带通能力 揭露技术 三模改五模 点击保存 重启后手机便可以使用联通卡和电信卡了 不过需要友情提醒的是 因为电信卡只支持电信4G 不支持承载语音通话的2G 所以5C并不推荐电信用户购买 而联通用户就不必担心了 使用起来完全不会有网络知识的障碍 总的来说 澎湃S1除了掉电比较快外 其他方面的表现值得肯定 系统稳定性好 没有出现过死机 也没有出现过异常发热或者兼容性的问题 只是完全没电自动关机的时候 5C会瞬间断电 并没有一个关机过程 如果你正在看视频 就会导致这个现象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相机 小米5C采用了一颗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单位像素面积1.25微米 F2.2的光圈27毫米的广角 同样具备相位对焦技术 虽说参数上和小米5S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但也看得出来松果ISP距离旗舰SOC的ISP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细心留意你会发现 5C相较于5S少了许多功能 比如合影优选 Long格式 一轴摄影 4K视频等等 样张我们简单对比一下5S 当然它们不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对比5S不是为了比输赢 而是找出5C样张中的不足 光线充足的环境下 5C的色彩饱和度比较真实 所以相较于5S偏高的饱和度 会显得没那么养眼 绿度方面5S更好 细节也更丰富 在相同的像素数量下 5C细节不如5S 那自然就是ISP和镜头拖的后腿了 高反差环境下 5S对于曝光控制 还是比较恰当的 5C亮度偏低 照片给人的感觉过于阴冷 其实当时的天气也没那么糟糕 宽容度方面5C也不够好 天空细节相同的情况下 大楼下的树木 5C已经看不到多少绿色了 而5S还保留的相当多 白平衡的问题也偶有发生 比如这种样张 5C颜色失真的比较严重 夜景的噪点控制 5S明显好于5C 画面更干净 细节也更清晰 前置自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高反差环境下 5C算法上总显得不够智能 其实像这种高反差环境 摄像头识别到人脸后 应该自动提亮脸部区域 但5C却并没有 相比之下 5S就比较懂用户了 总的来说 相机方面 5C还有很多优化空间 需要加把镜 用雷军的话来说 做芯片九死一生 小米之所以冒这个风险 无非是想问鼎手机行业 成为像苹果 三星 华为这样的巨头公司 尽管这条路布满了荆棘 但富贵险中求嘛 小米之又把这条路走通了 才有可能拉近和这些公司的差距 澎湃S1综合表现只能说一般 没有给我们带来惊喜 而续航方面甚至让人有些失望 不过对于一款国产处理器 我们应该多一些包拢 少一些批评 毕竟中国人有一款自己的SOC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不定期有手机送注哦 还在等什么 赶紧扫描加关注吧 我们下集再见 翻译